主席 久汗逢金老,他鄉如故之,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 羅先生,你真是金榜掛名時 你當了局長 你當時加入立法會說消滅功能團體 現在未消滅 你就來到這裏,找一些功能團體的議員 令我們,不是功能團體的議員 通過議案就沒有辦法失敗 這真是一個非常深刻的教訓 別說這些了 再說關卡基金,你有份想出來 亦都是你那個,即是一個所謂的寶寶 用中文說 現在搞成這樣,我們在2016年12月21日 通過關愛基金的議案有關,都是無約束力 如果通過了,包括功能團體的議員都會 投票才能通過,除非他們太難,那天沒有開會 你現在還未開會 舊數也未開會,有新數也有 只是我不計算,很簡單 關愛基金的設立,根本是一個瘋狂的概念 即是說我們的社會進步了 對於很多以前我們覺得不用照顧的人 或者覺得其實他們自己有責任的問題 尤其是雙殘 我們政府以前覺得 很多人都覺得雙殘本身是個人的問題 有些更加極端的就是報應 所以就不理會他們 你的關愛基金設立的目的 就是不要擴闊我們這個社會的包容度 和那個悲鳴度 先把我們排出去 然後就說 我們這個社會不能夠幫你的 不過不要緊,用慈善的方法幫你 配對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你實行了這麼久 這麼低稅的有錢人 都忍不住 即是他在另一個社會應該交了很多稅 都不用他再捐的 都吸引他不住 此其一也失敗 第二就是擴闊不到那些要照顧的人 我舉個例子 人家叫你 喂 現在無人事很嚴重 即是租金那裏 你說如果給他多些租金 就會樓價上漲 租金上漲 你是不是賭果為因 我覺得認為不是 是因為現在連地都炒賣了 是不是在海航 大哥 你全部賭果為因 怎麼做事啊 哥 接著你又說 不是 我們關亞基金就是這樣的 政府有幫其他人 我就幫他 即是罵他 公屋沒有幫他交租 今屆關亞基金就不會幫他 他 哥 你在搞什麼 你對公屋居民不好 就對他一跟著又不好 這是什麼概念來的 食藥的人更慘 食藥 染病的人已經很慘了 你都夠膽這樣說 現在又說了 兩個月了 你所謂的實施一定做 叫他暑假給中期報告 都沒有 原來這樣 原來你都不做這份 你都不做這份 你都不是金菠蘿了 那怎麼搞啊 主席 我希望 洞房花燭夜 金榜掛名時 你大喜 做些事 做了局長之後 做多些事 以後不要說沒權 說完了 說完了 說完了